那么下面又说到 但修福而不修慧 美因享福而造业 但修慧不修福 又利博福而扫资 这是阿恩师先生又从另一个角度 给我们说明 修善修福还有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修的善修的福 往往得到的果报并不圆满 所以修福他没有修智慧的话 就会在享福过程中造业 一个人他修福他必然得福 但是一享福 那么他就迷了 一迷就会造业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世间很多大富大贵的人 生活很享受 每天都吃海鲜 这些高级的 这些 杀生而得来的食品 那么这是造沙业 有的甚至生活不减点 这些造业 把自己的福都给糟蹋了 那福想完了 他的恶业就报应了 这个时候就苦了 那么所以 这个享福过程中 要不造业 必须要有智慧 要懂得三世因果 要学习佛法 通过佛法的指导 让我们能够发起出世的心 不要迷恋在六道福报当中 那个福不究竟 那么下面说 但修慧而不修福 那有一类人 他是光修智慧 不修福的 就是他不肯帮助众生 那么他自己一个人清修 也不跟人结缘 他自己深入境障 他这个修这些智慧 这也是难能可贵 但是呢 这个因果啊 确实是丝毫不爽 如是因就得如是果 那么修慧 他得的是智慧 那他不修福就没有福 这真的是修什么得什么 所以他修慧不修福啊 就变得薄福而少资啊 他的福很薄 供养他的人少 帮助他的人少 那么自己可能生活都很艰难 那么这里举了一个故事 这是佛典里头的故事 西加舍佛时 在加舍佛在世的时候 有兄弟两人共为沙门 那是兄弟二人都出家了 那么兄持戒作禅 一心求道 而不布施 兄长 他是修慧 持戒作禅 持戒 作禅是修定 这个戒定啊 是生慧的基础 佛法讲求的是戒定慧三学 这个三学 他是有次第 戒是定的基础 定呢 又是慧的基础 所以游戒生定 游定开慧 所以所谓修慧呀 其实 就是最重要的 修戒修定 这才能真正叫修慧 如果离开了戒定 那修的慧不是真慧 那叫狂慧 学佛读经 可能知道的很多 讲起这些经论的 头头是道 可是啊 如果没有戒 没有定 那个不是真正智慧 那叫世智变从 他这个智慧 只会增长我慢 误导众 误导众生 所以修行 最关键的 要从戒入手 重视戒律 重视戒律的修行 戒律持好了 自然他能得地 所以这位做兄长的 他持戒作禅 所以他持戒作禅呢 他一心向道 他的心定在道上 智慧开了 但是他呢 问题是不能修福 他不肯布施 不肯帮助众生 那么那个当弟弟的呢 是修福 他很愿意帮助众生 可是他常破戒 这是有一类佛门中人 确实是很乐意修复 一说做善事 应经了 放生了 流通法宝了 为寺院常住服务了 这些事他很乐意去干 很拼命去干 但是呢 他烦恼很多 这个食善都常常犯 常常破戒 你看到这个 常常是 会有贪嗔痴 起现形 会有这个 甚至啊 口会讲妄语 会有两舌 两舌是说人是非 会恶口 就是骂人 会讲粗言烂语 会起语 起语是花言巧语 这口业不清净 甚至会做杀到瘾 杀到瘾 这个是破戒 可是如果破戒 他修的福 这就不够 不那么殊胜了 不能得人天的福 人天 这个福啊 要五戒十善的基础上 才能得得了 如果常破戒 那修的福再大 最后也是在三恶道里面的 下福 那所以后来 释迦成佛史 到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兄弟两人啊 又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兄长 因为过去生啊 修慧 他得了阿罗汉果了 他界定啊 功夫很深 这一生啊 遇到很好的缘 遇到释迦文佛 他成就阿罗汉果 超越六道轮回 然因未曾修福啊 时长不跑 你看 他不肯去布施啊 不修福了 他这生没有福报 去托波 去这个 其实啊 没有人布施给他 他没结缘呢 所以 讨饭呢 都没人给 罗汉 托公波 所以啊 这个结缘 还是很重要 如果不肯结缘 这个不能帮助众生 那你就没有缘 那你就没有缘 等你成就了 你也很难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师父啊 常常啊 都叮嘱 我们学讲经 这些学生 要啊 多跟大众结缘 这个结缘呢 不一定说 一定要给钱给别人 或者拿物资 去供养别人 只要能够以一个真诚心 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啊 给大众啊 做一个好样子 你在大众团体里面 你必定跟大众接触 接触当中 你做个好样子 这是结缘 又比如说 就像在寺院道场里面 你参加大家的活动 比如说 我们这里正在举行 三十七年法会 你呢 参加这个法会 就跟大众结缘了 那么大家一起 这个吃饭 劳动 你能够啊 随喜参加 这也是结缘 那么大家一起听经的时候 你也 你也可以啊 跟着大众一起听经 那么这也是结缘 念佛 跟大家一起共修 这也是结法缘 你能够啊 常常常有结缘的心 这个缘分啊 就殊胜 那么将来 你成就了 你来听你讲经的人 就很多 你看我们师父 为什么这样的法院殊胜 他常常结缘 他专门的印经布施 印光碟流通 这些法宝 真的流通到世界各地 这结缘太广太广了 而且这个 这些法宝都是啊 无偿赠送 不收钱的 这个结缘就殊胜了 我们现在给人法宝 不收一分钱 无条件的赠送 将来他来成就我 来帮助我 也是无条件 如果我讲条件 那跟他结的这个缘 将来呢 他来帮助我 他也跟我讲条件 真的修什么得什么 这个因因果果 一点都不会查处 那么这是啊 做兄长的 他的这个因果 他修慧 不修福 所以呢 正得阿罗汉果了 却常常脱空波 那么第一呢 引破戒 生在相中 然于福尚多 虽作畜生 为王所爱 珍珠阴落 常挂其身 十亿至数百户 那这当个弟弟的呢 他是修福 但是不能修慧 常常破戒 所以他的福很大 可是呢 到了畜生道去想 他变成一条 一头大象 而且是啊 国王的坐骑 这个福很多 那么 那么 他 这个国王的坐骑啊 受到国王的钟爱 所以呢 常常把那些 珠宝 珍珠 櫻 这些珍宝 挂在他的身上 甚至啊 还给他封地 数百户啊 这些 这个百姓啊 等于都是他的 为他服务的 这个真的是大福啊 畜生里面的富贵 到了极处 那么 所以啊 这就是不同 两兄弟 不同的音呢 得到的果报 不同 所以顾约啊 修福不修慧啊 相声挂音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共伯 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如果是修福而不修慧 你看 这个弟弟做了大象 满身挂满音落 这都是享福啊 受人恭敬供养啊 但是没有智慧 做畜生 愚痴 那修慧不修福 那当兄长的 你挣得了阿罗汉果了 还没有供养 所以 修行要懂得 福慧双修 不能够偏在一边 那么在修福和修慧当中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慧比福更重要 你看 这两兄弟的果报 一个是当了大象 一个当了罗汉 那你说 你要当哪一个呢 如果两者只能选七一呢 那我宁愿当罗汉 也不当大象 因为你要修福 而不修慧 愚痴 享福当中必定造业啊 那个福不是真福 福想完了 恶业 业力现前了 那就要堕落了 那罗汉呢 他不会造业 他知道 这因果看得很清楚 虽然他现在没福 他还可以修福嘛 那他自然修福就能得福 但是他不会退转 所以罗汉不会退转到六道里面来 所以相比之下 修慧比修福更重要 但是也不能够光修慧不修福 所以又要自己持戒修定 同时有缘的时候 帮助众生 那么当我们帮助众生过程中 发现自己啊 生烦恼了 怎么办呢 贪真吃现行了 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 没有定力了 这时候怎么办 那个是 可能是修福啊 有点过分 修慧有点不足 那就要调整了 那就要 把心收回来 灵愿呢 减少一点 这个度众生 帮助众生 而回头认真的持戒修定 等到自己的定力又充实起来了 这个时候又继续啊 帮助众生 这个可以啊 起落 这个 出 这个 出来 度众生 或者是啊 回来充斥自己 这个要啊 自己好好的拿捏 不能够骗在一边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一起 学习的 这华言讲堂啊 有 十二位的法师 他们都是学经教啊 那么前段时间 他们都出来 在念佛堂 为大众啊 西讲 讲这个伦理 道德因果的 这些课程 大家听了也很欢喜 那么讲到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发现呢 哎呀 要更加充实一下才行 啊 再不充实 这个讲的太多 啊 但肚里的祸啊 越讲越少了 就不行了 啊 所以我们又重新呢 啊 回到讲堂里面 听经 听了两个月 啊 我们把太上感应篇 和十三一道经 这是老法师讲的 啊 这基本呢 从头到尾 听了一遍 这是感觉到啊 自己又充实了 啊 自己的德行 学问 有所进步了 啊 这是什么呢 持戒修定啊 增长 这是修会啊 那修会到一定时间呢 我们还要修复 修复呢 又要付出 啊 为大众啊 来讲课 这个习讲 这跟大众结缘 啊 结法缘 啊 那么这也是修复啊 当然 这个习讲里面 也有修会 因为啊 在讲的过程中 其实自己 本身也是 提醒自己 啊 改过自新 啊 持戒修定 这个好方法 所以讲出来的时候 提醒别人 就提醒自己 讲出来这个 我们要修善修福 那自己一定要去做 啊 这样子 对自立 啊 对自己来说是自立 对别人呢 又是利人利物 啊 这两者见得 啊 所以修福修会啊 这是 可以同时 那老法师 他 这个 有讲到 说以后 红法的方向 都会在摄影棚里面 啊 讲经 啊 说法 那就不要接触外面的大众 对着摄影机 一个人讲 眼前虽然没有听众啊 可是呢 通过这些科学技术 把我们自己的学习心得报告 跟大众分享 也是请大众指教 哎 这个跟大众接法员呢 这就是呢 福慧双修 自己习讲 那是 修慧 通过科学技术 奸善天下 那是修福 这个方法 这是我们师父啊 提倡的 太好了 墨学啊 这个 对这个方法 真的是 现在 越来越 尝到利益 尝到法系 那么 整个学佛的过程 就是修福修慧啊 修到圆满了 这就成佛了 所以啊 下面说 唯佛称两足尊 以其福慧 具足儿 所以 佛称为两足尊 这个足是满足的意思 你看 这个两种都满足 哪两种呢 一个是福 一个是慧 都具足了 都圆满了 是 世间 出世间的 最尊贵的圣人 就成为两足尊了 那么 安氏先生呢 他解释这个修善修福啊 在这个发明之后 列举了 三则故事 第一个呢 是讲的这个 广至一天 那么我们知道 宋朝的范宗烟先生 他 这个 用自己的俸禄 买了 好多的 一天 上千某的一天 来帮助啊 家族 贫寒的 这些读书人 这等于是啊 资助他们学费 给他们呢 这个 就是用这个田 所得的收入 支持他们的读书 而且也 供养那些贫寒的人 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明朝 有一位啊 叫做 顾正新的 他是在华庭县呢 这个地方 叫顾正新 自重修 那么这位顾正新先生 他也 广至一天 他的父亲 这个 过去啊 做官的时候 也是一位啊 仁德长者 心地善良 那么 等到顾正新呢 长大了 他也继承了 他父亲的这种德行 常常呢 做好善事 周济啊 穷人 那么他把自己的 家里的银两 拿出了 十万四千七百两 这是一笔巨款 这是一笔巨款 购买了 四万八百某的 一天 这个数目啊 比范仲淫先生啊 还要多 范仲淫先生是千某一天 而顾正新呢 买了四万八百某 那么把这些 一田 就是购买的田地啊 用来 这个 给那些 贫寒的人 那些农民耕种 免去啊 他们的这个 负税的 压力 那么当时 有一个 这个 啊 姻缘啊 就是 朝廷呢 禁止啊 放鞭炮 那么在 除夕的晚上啊 很多的这些 市民 他们就 违约 放鞭炮 那么结果呢 官府啊 就 误把这个 顾正新呢 给拘留了 以为是他干 把他关到 监牢狱里面 那么这个 顾正新在牢狱当中 发现了很多这些 囚犯呢 饥寒交困 于是呢 因为他家里呢 比较富有 就是 命家人呢 把这些 衣食啊 多多的送来 来给这些 囚犯们呢 享用 而且呢 通过跟他们的谈话 知道很多啊 都是被冤枉 于是呢 他就 叫家人呢 拿出钱来 为这些 犯人呢 赎罪 赎回来 那么结果呢 把很多的犯人呢 都赎出来了 啊 这个监狱啊 将 差不多要空了 啊 而且呢 这个 因为顾正新呢 他自己蹲过监牢狱 他知道 这些 犯人在里面的 这个痛苦 所以他呢 还捐资啊 给监狱啊 修复 啊 就是等于 把监狱的生活条件呢 改善 所做的这些善事 从来不要回报 啊 这后来呢 这个 官府啊 知道了 顾正新的这种啊 德行 非常的钦佩 于是呢 上座朝廷 皇帝啊 知道了 于是呢 这个 给顾正新啊 封了 啊 这个香贤 这个 很好的名声 那么这个 安氏先生啊 他的评论中说到 和范宗淹先生啊 广至一天啊 流放千古啊 那么这个顾正新呢 他 治的一天啊 四万八百亡 帮助的人呢 就更多了 那么我们就想象啊 顾正新的福报 那就不可思议 那想必啊 现在 肯定是在 啊 六玉天宫啊 享福 因为 因为他这个福报太大了 啊 人间没有他享福的地方 他的福只能是在六玉天宫啊 去享 那么下面 下面还有一个故事 是讲的 独成圣局 这是讲到明朝 在湖州这个地方 有一位啊 徐如辉 先生 他呢 家里啊 富有 真是乐善好施 那么有一次呢 在杭州啊 佛教里面呢 举行一次 传戒 啊 这个建一个戒坛 这是一种啊 很殊胜的 好事 可是呢 因为这戒坛啊 需要的费用很多 啊 那么 当时呢 朝廷啊 就正在募捐 希望那些富家的 啊 这个人士啊 能够多出啊 这个善款 成就这项功德 那么当时 徐如辉啊 听到了这个事情 就向官府表示 说我自己啊 愿意 独立承担 全部上款呢 由我来出 那当时这个官员呢 看到他这样的一种啊 一举啊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徐如辉啊 就告诉他 人有子不孝啊 虽有所积啊 必属他人 你 假如有这个 不孝子的话 那么你所积来的财富 他也不能够享用 他会把这个钱财败败光了 所以家里的钱财最后还是归属他人 啊 何如干此监视啊 后世渐渐享用乎 这道不如啊 我们现在啊 去努力的修缮 把这个钱财都布施光了 不要给子孙 啊 我 全部用来布施 做善事 这样子孙呢 他真正能享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他积福 啊 这是在我们看到的后世子孙 那么自己呢 来生也是想大富大贵 你修善修福啊 你真正行善的 你的福就很大 到哪里投生 那都是大福 况且财啊 是积首啊 这个愿首啊 这个首就是所谓的聚集的地方 是什么聚集的地方呢 怨恨聚集的地方 我们一想真的是 啊 俗话有所说的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这个财富 是人之所争 啊 所以你看这个钱这个字啊 这个古字是很有意思 左边一个金 右边的两个鸽 鸽是武器啊 两把武器啊 在斗 为的是什么呢 争这个金啊 所以钱这个字就给你很大的警示了 不是好东西啊 是世人呢 所争的 东西 所以怨恨啊 积聚在这个地方 那他说啊 如果我这个子女 我的后世子孙 没有钱了 那也就没有怨恨 因为钱才是怨恨积聚的地方 那没有钱 哪有怨恨 啊 所以这真正啊 爱子孙的 不是啊 留财给子孙 啊 留财 是积怨 真正爱子孙的 是为子孙的 修复 去布施 所以 这位啊 顾这个这个 徐辱辉呢 就把自己家里面的签订了白金 这很大一笔巨款 奉献出来 成就了这个善举 结果呢 官员呢 对他的这个 一举啊 非常的赞叹 特别邀请他来 这个 福里啊 来 宴请他 而且呢 赠送了他很多的礼品 当时呢 这个 许多人知道这个情况 都非常赞叹了 须辱辉 这种德行 这个善举 那么安石先生啊 在后面呢 这一段评论当中啊 引用了大宝集经 这个经文呢 说到 说 我不舍财 财将舍我 我尽当舍 另作奸财 所以说说 我如果啊 不肯失守财富 不肯不失 那财富就会舍我而去了 这很有道理啊 我贪力 不肯不失的话 就没有福了 现在想的福 有终一日 想完了 想完了 那就没有财了 没有福了 所以财就会舍我了 所以我要现在舍财 那是做奸财 这奸是兼顾的意思 这财是代表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啊 很兼顾 也就是你越舍越多 你舍不尽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徐如辉啊 他把自己的家财拿来做善举 这是做奸财啊 这真正啊 会理财的人啊 他懂得 做的是坚固的财富 而不是那种啊 为水火盗贼 官府 不肖子 所共有的 那个脆弱的财富 那么安氏先生呢 又讲了一个公案 是乐善不倦 这是 讲的是明朝末年 这是离安氏先生啊 不太久的年代啊 安氏先生是乾隆年建人 那么在明朝末年呢 在浙江有一位啊 姓史的人家 他是乐善好施 而且呢 特别啊 喜欢呢 供养出家人 那么这有一位啊 僧人叫做大成法师 这个得到他的供养 那么 每次呢 经过史家的门的时候 这位 这个法师啊 都会得到 史家的供养 这个碗里 如果装的饭少了 这个史家的这个主人啊 宁愿会把自己碗里的饭了 减少 也要供养 这位出家人 让这个出家人得到满足 就这样子啊 年复一年都是这么做 没有一点厌烦的心 那么有一日呢 这史家的夫人呢 要临产了 那么他自己也突然呢 就见到啊 大成法师啊 走到了他的房里面 这夫人呢 就很惊骇了 不仅是夫人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这夫人临产了 这出家人怎么到这儿来了 结果呢 再去定经 去寻找呢 不见了 那后来呢 这个夫人就产下一个儿子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来报 说这位大成法师啊 就在当天已经远及了 往生 那么家里十家的人呢 就能就悟了 哦 这生下来的儿子 必定是这位大成法师 所以呢 就给这个新生儿啊 起了名字 叫大成 啊 师大成 那么这位小孩啊 从小就非常聪明伶俐 而且是胎理素 自幼啊 这是从他在怀孕的时候 其实夫人就已经吃素 生出来天生的吃素 那后来呢 学史才华都非常好 啊 考取了顺治年间的状元 那这清朝第一个开国皇帝顺治啊 他是那个顺治年间的状元 那这是什么呢 钱是他是出家人嘛 啊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定会 啊 所以学习啊 非常的快速 非常聪明 很有智慧 那么史家 敢得 这位法师来投台 就是因为啊 他乐善好事 他以真诚心供养 跟这位法师结缘 啊 所以呢 有缘呢 就来啊 投到自己家里来的儿女 他都是前生有缘人 这个缘不外乎四种 啊 所谓 报恩的 抱怨的 讨债的 还债 所以我们呢 常常啊 布施人 恩惠 帮助人 光怀人 那么自然就敢敢得啊 报恩的人来到身边 我们常常啊 给人烦恼 让人家 这个 不生欢喜心 反而生怨恨 那么 敢得的是啊 抱怨的人来到家里 所以啊 要常常施恩于人 啊 要修善 这就是得福 那么 虽然呢 我们知道 这是对这个 对于法师而言呢 他去报恩 他投胎 到这个 释迦 做他的儿子 就报恩来的 可是啊 你要知道 佛家讲的 三世愿 这一生 修行 很有道慌 那么来生呢 你聪明 智慧 甚至能够啊 有功名 富贵 可是啊 没有出 三界 这在享福当中啊 难免造业 造业 第三世啊 就有堕落 这叫三世愿 所以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要体会的 我们修善修福 积功累得 不要求来生果报 要求出三界轮回 我们的心 是平等的 报众生恩 报 佛陀恩 不是感情用事 不是用情感 用情感 心量啊 就小了 眼里只看到某几个众生 而忘了一切众生 心有差别 不能够啊 平等 产生了情指 来生还要回到六道点 那么你来投胎 哪怕你是来报恩的 你这个 有很多很好的福报 可是这个都不究竟 最后啊 难免会造业堕落 所以这是讲到啊 这个修善修福 我们要能够舍得 那舍的时候 要勇猛 那么你要知道舍的 这个果报 必定是得 这是自然感应之力 可是得到以后啊 不可以执着 一有执着 那么这是得到的 变成六道里面的福 那得到怎么办呢 要继续舍 把你所得的 还要舍出去 那你越舍是越得 得到的越来越多 可是在得到的当中 不要产生执着的念头 一执着 那就完了 那个果报 马上就变成 六道里面 有漏的福报 所以啊 这个修行 在修福当中啊 确实是要有智慧去朗诏 要看破 要明了 这世间是梦幻泡影 没有真实的 哪怕是我们享受的富贵 这些福报 都不是真实 他是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真的是一场梦 梦里修善 梦里得福 所以得到的时候 根本不要有一丝毫的贪念 那你的心真的清净 你把你所得的都放下 最后舍得的念头都放下 那才是能够出三截 这个世间确实是梦 梦中 你得到的这些功名富贵 你得到的福报 一觉醒来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贪着呢 所以我们现在啊 白天 这是做大梦 晚上做小梦 这个白天做梦 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晚上睡觉是做梦 其实啊 晚上睡觉是梦中里面的梦 那个 我曾经问过有同学 说不少人呢 都告诉我 他做梦啊 做过两重三重的梦 就是什么呢 他做了一个一场 做了一个梦 晚上睡觉做梦 结果梦醒了之后 他以为自己醒了 其实没醒 他还在这做梦 从那一层梦醒了之后 他这个后来呢 又醒了一次 哦 他知道 刚才他醒了 没真醒 他是做梦 像梦中之梦 那么很多人是做过两层 有的人做过三层 可能有极少数的人 做过四层以上 这黄念祖老居士 他在讲经当中 我听过 他说他曾经做过四重的梦 就梦里面 醒了一次 其实没醒 还在做梦 再醒一次 还是在梦里 这醒了总共啊 到第四次 他才真正醒 才知道 真的里头都是梦 那我们现前 所在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现在这个人生 都是一场梦 只是我们还没醒 当我们醒了 这一层的梦又破了 又生了一层 整个六道就是梦境 什么人真正醒了呢 阿罗汉真正醒了 那阿罗汉呢 醒了以后啊 其实啊 他还是在做梦 他只是在四圣法界里面 他还要醒一次 这是声闻里面 这一场梦啊 再醒一次 变成圆觉 圆觉再醒一次 变成菩萨 菩萨再醒一次 变成佛 啊 这个佛还是十法界里的佛 他还没真正醒过来 真正醒了 他都念头都没有了 啊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 他出了十法界了 到一真法界 那才是真正大梦醒 啊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用智慧观察这个世间 一切法真的是梦幻报应 啊 在舍得的过程中 没有分别执着啊 更没有贪念 那个果报就输上了 到最后 自己的果报 是圆满成佛 那是福慧二祖尊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呢 就学习到此地 有讲的不妥知处 恳请大众多多的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